对运动员来说 四年一个周期很不容易 裁判员一定要做到 万无一失的一个判法 马上将要开始的 就是女单的冠军争夺战 对每一个运动员负责 半夜是1点52分 我收到了一封邮件 点开以后通读一下 这个是关于奥运名单的 一个名单的选拔 我就看到自己的名字 在这里在上面 然后我就兴奋了一晚上 一宿没睡 对运动员来说 四年一个周期很不容易 只要一旦坐上了这个裁判椅 我一定要更加专注 对每一个运动员负责 对每一个他后面的代表的国家 代表的协会 都要负责 张成梦是拿到了 成梦和顺影沙的对决 顺息万变 非常的紧张 比赛真的是非常的残酷 裁判员一定要做到 万无一失的一个判法 无论是程序上来说 还是执法的这个正确理来说 你是不能够出错的 奏响众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眼睛都是泛着泪花的 整个场地上飘满了国旗 小国旗大国旗 真的心里觉得好自豪 没有任何遗憾 完满了 我之前做的最好的事情是走上了国际舞台 奥运会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 我们工作人员和我们裁判人员 办了一个非奥运乒乓球比赛 后来去了以后才知道 哦 训练馆里面全是人 不仅仅我们裁判员 还有整个奥运的服务的工作人员 组委会的人 全部都在那 又是拉弧圈啦 又是中台反拉啦 我一看我都傻眼了 乒乓球不仅仅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